仔细看,这个女人正在吃土 一个泥饼一毛钱,一辈子没吃过米饭 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北部,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人口总数达1100万,但2020年人均GDP只有800美元 70%的人每天收入只有1-2美元 40%的人吃不上饭,用不上自来水 三分之二的工人没有固定工作 自然灾害频繁,腐败贪污严重 为此,海地几乎每年都要靠其他国家的援助艰难度日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为帮助海地摆脱危机 投入大量资源,总额超过80亿美元 但并未取得任何成效 当地人依旧营养不良,无法果腹 不得不选择泥巴饼充饥 他们吃的可不是简单的泥土 而是一种观音土,也称为膨胀土 人们从东北部的高地上运下来后 将其粉碎,筛掉砂石,倒入水中不断搅拌,和成泥浆 然后用纱布或者衣服再次过滤 为了让土吃起来更加润滑可口 他们还会加入盐、黄油 搅拌均匀,取出一坨捏成泥团 按压成饼摊在地上 放到太阳底下暴晒出售 这种泥巴饼又香又脆,成本低廉 一毛一个,便宜又直饿 吃进去很快就会产生饱腹感 而且还含有钙质和其他微量元素 因此,大人小孩都把土当食物 靠泥巴饼扛过一个又一个饥饿的夜晚 像米饭面食这些寻常食物 都是他们渴望不可及的东西 便宜量大,饱腹止饿 优点有了,缺点也很明显 观音土主要成分是蒙托石 由于富含矿物质被誉为万能石 土质细腻,长得有点像面粉 在闹饥荒的年代,庄稼颗粒无收 人们啃树皮吃野菜 一些人走投无路就吃观音土为生 这玩意儿吃下去后会感觉非常口渴 需要大量喝水 在胃里吸水后,土会膨胀数倍 给人以饱腹感 一旦吃多了就会堵塞肠道 无法消化,无法排便 拉巴巴十分困难 泥土越积越多,肚子也越来越大 如果不及时接受治疗,可能会胀死 不仅如此 海地人制作泥沫饼时干净又卫生 饼在地上暴晒 积压个旁边乱窜 这些未经特殊处理的土料 含有大量寄生虫 致命细菌和一堆有害物质 吃泥饼止饿 无异于饮阵止渴 慢性毒药 但对当地人来说 不吃就会饿死 吃了还可以多活一阵子 据不完全统计 海地每一千个孩子中 就有74个因营养不良而去世 150美元就能买到一个食衣的女孩 很多妇女在有孕时 还会特意买泥饼来吃 希望从中获得有益的物质 但实际上 除了少的可怜的植物油脂 人们不能从泥饼里 吸收任何有价值的成分 土是海地人赖以生存的续命药 吃土充饥被逼无奈 是穷人唯一的美食 下面这位有些牛叉 认为吃土可以强身健体 味道就像巧克力一样美味 坦桑尼亚菜市场 各大蔬菜水果摊上 盛框摆放着泥条 这些长条条的小棒锤 被称为糖棒 和火腿肠足系差不多 就是略短一点 据说吃了可以强身健体 安胎止兔 当然 人家也不是随便一抓 什么土都吃的 这些泥条的制作十分讲究 首先 当地人会挖开土层 取出数米以下的红色土壤 晒出小石子杂草等 然后用水霍霍 揉成细成条 切成一段一段的 用火烤干 希望这样可以杀死病菌 一般来说 当地只有孕妇和孩子使用 成年男子不吃 他们认为土地是女人的象征 土地养育万物 而女人同样肩负着 生儿育女的重任 因此生育期的女性 要多吃土 为此 有人曾对泥棒进行取样化验 意外发现 这些土壤中含有65种人体需要的元素 并且含有负电微粒子 具有解毒作用 阻止胃液中的毒素进入血液 一脚把毒素踹出去 通过肾脏和肠道排除体外 每天使用500毫克粘土 不仅可以满足孕妇80%的钙需求 还能缓解呕吐 减轻妊身反应 坎桑尼亚做泥条 直接嘎帮吃 戈壁克尼亚也有吃土的习俗 与这边生吃不同 人家直接掺进米饭里 和木薯玉米土豆一起煮熟 一锅饭里掺多少土 由父母或者组长说了算 除了坦桑尼亚肯尼亚 在撒哈拉以南 几内亚湾和印度洋包围起来的地区 吃土已经形成了传统 没有饥饿就是单纯把土当作巧克力 用黏土来治疗利己 祸乱等疾病 不同的土功效还都不一样 比如铜矿草附近的土壤富含铜质 酥铁树根部的土则富含铁铭 以血附近疏松的红土富含铁铁铭 如果要治大脖子病 就要找沼泽边沉积的黑泥 点十分丰富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件发生后 政府为了表示慰问 专门向周围居民发放免费巧克力 据说里面含有法国绿石泥 绿石泥是一种天然生物土壤 可以消除人体内放射性污染物质 好家伙 吃土还是门学问活 这就下楼去挖土 好家伙